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上去有几十号人 任佳伦和杨颖站在中间 他们两个人各自手捧着一束花 笑得都很开心 导演稳拿C位 在最中间的位置也是笑成了一朵花 对于这一次任佳伦和杨颖的合作 很多人都是极为不满意的 但既然梦已成周 我们何不期待一下呢 之前杨颖在《风起龙溪》中的表现还不错 跟任佳伦看上去也是有CP感 且这次的剧能够看到任佳伦的各种各样的造型 还有人物的设定 也是期待感满满 虽然有很多人都不期待这部剧 但是受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毕竟两位在娱乐圈的流量都不错 可是官方的行为就让人有一些不能理解了 这部电视剧从开拍到杀青以来 官方是一点动作都没有 除了有一个已经认证加V的官方账号之外 其他的任何一点消息都没 但是杀青官方也舍不得放出一张杀青照片 就这张杀青照还是从别的地方看到的 官方可能是担心营业之后会被骂 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不至于一点也不营业吧 似乎有一些太抠门了 对比隔壁的七十吉祥 实在是有些敷衍了 最近杀青的电视剧除了任佳伦和杨颖的暮色新约之外 还有这几部剧也很值得关注 实力派演员黄渤和梅婷演的《打开生活的》 正确方式应该是一部很难得的生活剧 看剧照就知道有多么接地气 两位实力派的演员加盟 可能会有一些烟火气息 而且还会带有一种喜感 李兰迪01如果还有时间 这部电视剧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一部青春偶像剧 说它是青春偶像 但是也并不完全是 因为中间还穿插了一些见动症的元素 告诉我们 生活不只有甜蜜 其实还有很多的挫折 重要的是怎么鼓起勇气来面对它 《大唐狄公案》应该是阵容最为强大的一部剧了 这里面的演员有王立坤 周一维 钟楚希 陈都玲 杨雪 应小天 张若云等等 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很难集齐这样阵容的一部电视剧 杨雪时隔多年没有拍戏 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再给观众带来江玉燕的经验感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